《水浒传》的故事陪伴了很多人 大家都对这些个性鲜明的英雄们十分喜爱 在原著中 作者施奈安对梁山108个好汉进行了排名 虽然入榜理由各不相同 但绝大多数都代表了当事人的武力情况 事实上 《水浒》中武力爆表的人可不止梁山好汉 很多其他非梁山人物也是不折不扣的高手 书中最能打的是谁 究竟谁才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呢 花和尚鲁智深倒拔垂扬柳 神力惊人 勇猛无比 但是也仅仅勉强挤进前十 这里是风云争霸 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水浒中的十大高手 第十名 鲁智深 鲁智深在上梁山之前就已经敢作敢为了 他三权了结恶霸正关西 后来又因为救灵冲流落江湖 虽然他是个粗人 但是却从来不缺一切 鲁智深的武器是混铁禅杖 是整个水浒中最重的 足足有六十二斤 但是他挥舞起来却非常轻松 拿着这根禅杖为世间抱不平 他在马上对阵胡炎灼 打了五十个回合都不分胜负 后来鲁智深被遣送到东京 因为乌旁柳树上的蝉鸣而心烦 竟然生生把杨柳树给拔出来了 从力气上来看 他在梁山好汉中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但武力值的高低并不是用力气来排行 在武力值竞争激烈的水浒卷世界 鲁智深属实没有太大的优势 如果论武力高低的话 鲁智深只能勉强排第十名 第九名 李英 李英江湖人称铺天雕 武器是一条浑铁点钢枪 背后藏着飞刀 能在百步以内救伤人 在梁山之前是李家庄的庄主 他生着一副鹰眼 性烈如火 身形矫健 速度快 准头高 又爱穿红色 打仗时如苍蝇竹吐 这才有了这个外号 他虽为梁山管家 但其战斗力绝不能因没有多少实际而轻视 否则也不会以铺天雕在江湖上立足 当时宋江攻打铸家庄 李英帮他活捉了铸家庄的第一高手 铸标 在平定芳蜡时 还用飞刀击中了芳蜡手下的大将 五英星 援助中 李英最为出彩的 应该就是铸家庄 生情铸标了 能够活捉注视兄妹 李英才是当之无愧的高手 虽然他长相不如鲁智深魁梧 但是身形灵活 在梁山好汉中 也是暗器使得最好的一个 按武力直派的话 他在鲁智深之上 第八名 方辣 方辣是北宋末年农民旗的领袖 不论是武功还是魄力 都不是常人能比的 方辣并不是梁山中人 但是他的实力不可小觑 他能率领十万大军发动起义 尽管他招揽兵马的方式 不是很见得了人 但是他能铸就民间最大的起义组织 能力是不可否认的 梁山好汉去征讨方辣 因此半数负伤 方辣占据南方 还能打败大半的梁山好汉 本就代表着实力不俗 再加上他挥下高手云集 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实力未必弱于梁山 在两方交战中 他能卸下武松的一条手臂 可见武力池是非常强劲的 第七名 武松 武松一定是众人最熟悉的一个梁山好汉之一 在人们的印象中 他为人正直 武力高强 能徒手对战一只老虎 但实际上 武松在水浒中 从头到尾 就是一个悲剧人物 好不容易找到了哥哥武大 哥哥却被毒身亡 解决了西门庆后 不经意间得罪蒋门神 在梦州最打蒋门神 血洗鸳鸯楼 还被张都坚等人用美人计算解 他对战的人都是江湖上响当当的人物 一直到跟随宋江去征讨方辣 方辣手下高手众多 最终依旧将他打败 他的武力值可以说是一直在线的 只不过为人太过冷血无情 正是因为这个特性 才支撑着他令人惧怕的武力值 第六名 史文公 史文公并不是梁山的好汉 而是梁山的公敌 但却并不影响他是个高手 用现代话说 史文公是一位专职的武术老师 还应该是那种退役高手的形象 他被众人恨的原因 还要追溯到朝盖的重剑 朝盖为了急于证明自己比宋江强 欣然前往应战史文公 却不想被他一箭射中 史文公有这样的能力 武力值远远排在武松之上 但史文公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莽夫 他在对战梁山好汉的时候 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曾经他仅仅用了二十个回合击败秦明 是水浒中武力最强的人物之一 史文公的马战也非常了得 在整个梁山都堪称第一 只不过因为他被捕上梁山后 下场不太好 所以出场率不高 总是被人们忽略武力值 第五名忽炎卓 忽炎卓是宋朝开国民家忽炎赞的嫡系子孙 纯纯的军事世家出身 他自战临冲 竟然还能斗个五十回合不相上下 这样的实力的确是响当当的 他有个外号叫做双边忽炎卓 就是因为他使用的武器是两条水魔八棱钢鞭 挥舞起来虎虎声威 别说是林冲跟他大战五十回合 就连宋江在他手上都吃了大亏 他曾经生擒了宋江的两个徒弟 孔明孔亮 虽然护元卓领兵作战的能力不怎么样 但是他的武力值是值得肯定的 上梁山的时候 连拜林冲、护三娘等人 后来跟随宋江征讨方辣 梁山解散后 胡炎卓重新回到当朝 最终牺牲于沙场 第四名 张青 张青是水浒中最另类的一个好汉 因为如果只是靠光明正大的比武 他连史文弓都打不过 但是他有自己取胜的方式 张青手上拿的是一杆梨花枪 然而他的晋升格斗能力却是一般 那么张青凭什么武力值能排到第四呢 张青有一个独门绝技 飞石 这个绝技 也就说出来好听 实则就是上不了台面的暗器商人 但是不管怎么说 能在单打独斗中将对方打败 单论武力值是值得肯定的 辽国将领阿里奇 在战斗中被张青的飞石击中 当即瞎了一只眼 可见张青的飞石配得上八票棋的名号 就是靠着这个绝技 张青在东昌抚育战中一战封神 被宋江誉为王彦江在世 可见宋江对他的评价也是相当高的 可惜的是张青的结局并不好 在南征石离世 他本来凭借着自己灵活的身法 压制了董平 但是最终却因为力量不够而落败 他除了力量上有短板 武力值在梁山好汉中 应该是榜上有名的 第三名 林冲 豹子头林冲 原本就是八十万进军教头 因为妻子被霸占 最终被逼上梁山 后来梁山的壮大 都离不开林冲的汉马功劳 他因为生了豹头还眼 艳汉虎须 所以有了豹子头这个绰号 而他的武力值更是不用多说的 林冲曾经徒手打败过洪教头 他当初被鲁智深所救 在同行时 路过小旋风柴静的府上 柴静见到林冲心生敬仰 对他厚礼款待 然而随后来的洪教头 却十分瞧不起他 柴静做主为两人安排了一场比武 林冲原本不想动手 但是又迫不得已 于是便徒手跟洪教头打斗 他连兵器都没有使 就轻轻松松击败了洪教头 最终对方羞愧地离开了 后来林冲跟随宋江南征北战 参与了众多重要的战争 屡历战功 更是被称为主将 可见他除了单纯的武功高强 更有领兵之能 而他人生的高光时刻 就是在上凉山前的风雪山神庙宇战了 然而出道极巅峰 接下来的人生或许只能称得上是 为了生存而打仗 让人为之心酸 英雄本该被众心捧跃 而非落得末路的下场 第二名 官圣 别人的背景绅士都是人 而官圣不同 他的背景是神 据说他是官二爷的后人 和他的不知道多少代之前的祖先一样 擅长使青龙掩月刀 马上功夫了得 上凉山前战斗力爆棚 不仅武功高还精通兵法计谋 算是个全面发展的人才 上凉山后是五虎上将之首 能站到这个位置 可见无论是武功还是能力 都是值得肯定的 五虎将就已经是凉山武艺的最高水平了 而官圣绝对是一位大神级人物 在凉山众好汉的对抗中 宋江曾经派出八辆战车与他对战 最终这些战车全毁 但是官圣却是毫发无损 更厉害的是 林冲与秦明两人曾合力对抗官圣 从头到尾 官圣都没有落下风 堪称梁山第一勇士 他因为有个关羽祖先因以为傲 所以一直在刻意去模仿官圣 不但外形上相似 就连官圣的金链 他都非常敬仰 第一名 卢俊逸 水浒中当之无愧的第一高手 着实让人没想到 他的武功已经高到让人望尘莫及 卢俊逸 人颂外号天刚星玉麒麟 光从外号上来看 就已经能窥见他在江湖中的声望了 他的棍棒功夫天下无敌 刚刚上梁山就升清了史文公 因此牢牢坐上第二把交椅 木炯双瞳 没分八字 身躯九尺如银 即为王者 自外貌姿态上 便已然超乎绝伦 他是一个十分重情重义的人 同时这样的人 一般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十分勇猛 战场上的卢俊逸 是个让人望而生畏的存在 敌人光是看到 他那威风凛凛的气场 都被吓得腿软 与人打斗起来 更是不知道退缩 卢俊逸比起官圣 整个人物形象更加饱满 他走投无路 落草为寇 但尽管这样 仍旧心系国家 后来接受赵安 攻打辽军时 还能生生 从成千上万的敌军中突围 这可不是一句 普通的勇猛 就能做到的 他除了勇猛 更有令人 挖身位的高强武艺 卢俊逸 绝对是当之无愧的 武力排行榜第一名 身手是整个水浒中 绝无仅有的 水浒中的众多人物 至今都褒贬不一 每个人都有自己鲜明的性格 很多人都认为 其中一些好汉是浪得虚名 但是水浒的故事代代相传 其中展现出来 更多的是中国文化的流传 不知道大家喜欢 水浒传中的哪一位高手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